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美巡医直播间将会未来固定在北美时间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早上10点钟 那台湾的时间就是晚上的10点钟 准时上线为大家服务 我们将会邀请医生来一对一回答广大网友的提问 帮助有关于医疗问题的朋友 希望线上的朋友可以多利用这个机会 提出您医疗方面的问题 让我们可以更直接帮助有医疗问题的朋友 那今天在线的网路用户 您可以随时提问 也可以透过北美巡医热线 855-668-5066拨打电话进来 在直播前呢 我们也已经透过大纪元时报 与新唐人电视台媒体 公布最新的直播活动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 许多网友的留言提问 我们请医生到现场来回复网友的问题 那今天探讨的主题是 深度痰乳癌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安杰丽娜求利的抗乳癌宣言 感动了许多女人的心 她告诉我们 即使没有乳房 你仍是一个美丽而真实的女人 她的正面态度影响了许多对胸部大小 是否要继续的女性 也用行动为社会做了很棒的示范 目前医疗的进步 让乳癌的患者不再需要去挣扎 是否要切除乳房 因为在乳癌的手术进行的同时 外科医生会将乳房重建的手术 一起完成 降低了一般女性朋友 对乳癌治疗的害怕 是的 乳癌是全球女性最大的健康引流之一 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 那乳癌发生的几率是偏高 排名还位居世界的前茅 谈到乳癌有很多女性的病人 因为不了解乳癌筛减的重要性 导致求诊的时候 已经是晚期的癌症 还有一些病人认为乳癌是不治之症 而有鸵鸟的心态 迟迟不愿就医 而耽误了治疗的最佳实际 现在唯有让民众多了解乳癌 以及现今乳癌治疗的现况 才能让这样的汗室减到最少 那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是 癌症肿瘤专家蒋威连医师 来跟我们深度谈乳癌 蒋医生您好 欢迎来到直播间 是的 那一开始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蒋医生 有很多女生对于罹患乳癌 有很多的恐惧 想说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乳房切除掉呢 不需要 因为现在我们初期发现乳癌的时候 已经可以把肿瘤拿掉 拿掉以后是再加上其他的治疗方法 而且现在这个手术的观念跟从前不一样 从前因为要割大一点的地方 才可以把肿瘤消取 现在知道这个不必要的 最重要是小手术以后 要在其他的治疗才是重要 是 那其实我们也听过有些案例 就是因为华人女性她比较害羞 她觉得说乳房有异状 也不好意思去看医生 结果导致她的乳房溃烂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很多是比较保守的观念 男女有时候是有点见价 但是现在欧美 是在亚洲都很多女性的外科医生 所以应该病人不用开收 如果是担心是不好意思试看男性的医生 可以找一个女性的外科医生 也可以做的 是 所以就说很多的女性朋友 她不晓得她这个就是乳癌的症状 所以可以请教一下蒋医师 乳癌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一般是如果你自己发现有肿块 或者是你鱼头有分泌出来 那就要看医生检查 看看是什么原因 特别是如果有家属 有癌 或者是其他癌的历史 还是自己是年纪是超过四五十岁的 都是有可能增加有癌的危险 好的 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接听一通 纽约的李小姐的一个电话 来 李小姐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蒋医生 蒋医生您好 请问那个乳房有肿块 那是不是就可以断定就是乳癌呢 不一定 很多是良性的 最常见的肿瘤是良性 不是乳癌 所以一定要找医生确定是乳癌 还是这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所以就说不一定说他发现肿块 就表示他是乳癌 一定要再进一步请医生来帮您做检 那请教什么样的医生是比较合适的 是一般的家庭医生 还是说我们有特别的要去做什么样的判断 其实要看这个医生对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家庭医生接触很少癌病的话 一个转接一个就是癌病 尊科或是找应该服科医生对这方面的经验 比较丰富的 有时候就是从检验的检查的时候 一定可能分别就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是 所以就说去看一下我们 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 外科医生去了解是不是您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的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 他其实提到就说这位他说这位叫署名心仪的这位网友 他说我今年20岁那几年前腋下就有肿大的异物 那医生检查说是脂肪瘤 几年来这颗瘤都没有变过 乳头有少量白色粉末的这个分泌物 请问一下这种状况是否有可能罹患乳癌呢 谢谢 白色分泌物这个不是很明显的那个病经 如果是你分泌有血识那是要小心 如果有血识就要小心 对 血识有小心 如果你这个写下哪个是肿瘤是有急能时间的 最初是感觉是这个脂肪瘤 现在没有改变应该都是脂肪瘤 因为如果真的是有癌的话 不会等这么久的 通常半年就会发生很严重的改变的 就是他这个半年的症状就会越来越加重 对对对 就是会有一些血识啊 可能是有其他的肿瘤出现了 会有其他的肿瘤出现 这个还是要请他赶快去 需要去求诊给医生看吗 这位网友 一般这个一年检查一次应该足够了 应该不像是真的是肿瘤 好的 好 那就还是去检查一下 然后一年检查一次 好的 那我们再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 这位署名是陈先生 他说我母亲是乳癌患者准备要开刀了 请问乳癌患者开刀事前是否要注意什么 那另外开完刀之后饮食以及生活起居方面 是否也要准备一些比较适宜的东西呢 要看这个患者的年级啦 一般这个年级来说没有什么准备 如果你是身体功能正常 这个看医生说你做手术 风险评估是没问题就可以做手术了 基本上手术以后要不用太担心 因为现在的手术 创伤不是很大的 创伤很少 所以很快的康复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是 所以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太大 就创伤的部分 因为刚刚您有提到 对啊 手术现在越来越小了 所以创伤应该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是是是 好的 那我们再赶快来回复一下 我们这个有网友的提问 他就提到这位应该是在线上的网友 他问说乳癌患者胸部会是否会被切除吗 要看的情况呢 但是我刚才说了 现在那个手术这个不像从前的观念 现在手术已经不需要很大的切垂 很多的部分正常的部分 尽量要可以保留的 不需要全切垂 跟从前不一样 所以不一定要传乳房切垂 只是看的肿瘤大小 所以其实还可以有一点像微创这样的方式 对 而且现在有一些 譬如说如果在手术前发现的肿瘤很大 我们先可以用化疗 就是药物治疗 把这个肿瘤输小以后再去做手术 是 所以现在其实可以让你的创伤变小 不用说好像过去整个都要乳房拿掉 不需要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特别 那现在我们有一位网友提问 提到说请问医生 大陆的乳腺癌病患怎么来美国诊治 一般所有乳癌全世界诊治的方法都是一样 都是做这个评估要不要手术 评估是不是要做这个药物治疗 或者是放射性治疗 或者是标靶治疗 这个都是全世界都是一样 所以全世界都他不一定要来美国来做这样吗 有时候是不是可能是有些药物 在中国可能是没有 是没有这个 情绪上这个可能时间等太久了 不能等了 这些可能是比较 效率比较高一点 有分别 没错 我是觉得如果这位 Vivian小姐 如果您会觉得想要来 大陆的乳腺癌病患 如果有机会来到美国 我蛮建议说你可以来看看蒋医生 他说不定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建议 有关乳腺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 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的 那我们赶快来接一通 纽约张小姐的来电 张小姐您好 你好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的医生 一个是这个乳癌检查 从几岁就需要开始检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像年轻的女孩 比方说在二十出头的这个女性身上 有没有可能发生乳癌 好的 那我重复一下 这位张小姐她提问 她说乳癌检查要从几岁开始检查 那在二十出头的女性身上 会否发现这种乳癌吗 一般我们说检查就是做这个乳房透视 乳房透视 就是一般是四十到五十岁开始 如果但是你家里的人 比如说你那个集系的成熟 比如说你妈妈或是姐妹 她们在找时间发现乳癌 如果她比如说四十岁 那么就有家人发现乳癌 十年之前就开始要检查 等于是你要把时间往前推 比如说三十岁就可能要开始做检查 对啊 如果你家人有四十岁有乳癌 那么你三十应该就开始要做这个乳房透视 另外说你说二十岁 那是有没有机会 不能说没有 但是机会非常之低 一般是随非是有这个乳权因素在里面 如果正常乘患来说 通常是乳房乳癌就是四十五十岁 特别是五十岁以后 跟五十岁之前增加这个触度是非常是多的 所以一般我们年轻的不需要做什么入检的 因为没有发现能真的会减低这个发病率 等于是说如果她是有家族遗传史 你再稍微 对可能就提早一点点 但是一般来说是四五岁以后才会发病率比较高 是是好的 好那我们赶快再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 就是这位网友他应该在现场他问说 请问乳癌手术后的饮食应该注意哪些呢 其实是乳癌以后的饮食跟乳癌之前的饮食都是一样 就是有时防乳癌的问题 因为很多乳癌原型的因素不是遗传是一个是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就是比如说肥胖 喝酒 吃高脂肪的食物 高热量的食物 运动少都是主要乳癌发病的原因 所以西方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比较落后国家的比较多就是这些因素 运动不够吃太多肥胖喝酒都是这个原因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回过头来再讲 如果我们要让这些乳癌的几率发生比较低 就尽量不要就是吃太油腻的 对啊 就是发病以后你还是要减低这个浮发的风险 因为一边乳癌 另外一边乳癌也会增加乳癌的机会的 不但是有浮发 而且另外一边也有增加乳癌 所以一定要知道人情乳癌的原因 大部分不是遗传 大部分都是环境因素 反而大部分是环境因素导致的 穿得非常之小 小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的 是是 所以这位网友 如果您是在术后 不管是线上的这些网友 如果您要想要就是预防一下乳癌 我想这个刚刚讲一师提到 尽量不要吃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食物 然后适量的运动 这个是非常 还有少喝酒 烟当然了 抽烟 抽烟跟喝酒也是很关键的 很多 其实我们提到很多癌症都来自于抽烟 这个部分 但是喝酒是肯定跟乳癌有积极的关系 更直接的关系 对 喝酒是肯定是积极的 所以前晚如果您有喝酒的话 我想现在是一个减少 甚至是把酒戒掉 对啊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来回复一下 我们Facebook现场的这个网友的提问 他问说 请问一下我们的乳房纤维肿囊会不会变成乳癌 大部分不会 大部分是不会的 所以很小部分才是乳癌 所以刚才我说了 一发现乳房有种了 大部分是纤维柳 不是乳癌 所以大部分不会 所以大部分不会有 但是你不能分别 一定要找这个有资格的医生 或者有经验的医生去分别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医生 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民众 他想要说 发现自己乳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要求诊哪一方面的医生 是比较合适的呢 先可以自己的家庭医生 比较了解自己的情况 或者自己的辅科医生 比较了解自己的情况 因为他们可能要转介去 比如说是癌科医生 或者是外科手术医生 有些外科手术是专事治疗乳房肿维的 是 比如是纤维柳 也是外科医生 也会做这个治疗 因为有些纤维柳 虽然不是癌可以考虑做这个割垂 因为可能是影响那个外观 所以他还是有透过外科医生 来帮您做一些处理 甚至进一步诊断 或者是肿瘤专家 来帮您做进一步诊断 外科医生也可以 是纤维柳牙科治疗的 也可以做治疗 对 治疗不一定是要开刀 很多方法的 治疗还有很多的方法 好的 那我们就 从好像我们以前的认识 就觉得好像一定要把他开刀 把乳房整个割除 这是旧的观念 这是旧的观念 对 已经醉不了时代了 是 所以现在真的是 以为创的手术 非常先进 而且如果有一些 像害怕说 我是不是就是说 做了手术之后乳房 会变得没有 那这个我想是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要有经验外科 经容外科 整容外科 对啊 他就会同时的来做 对啊 一起做啊 对啊 很多数是一起做的 是 所以我想女性朋友 其实不用那么的担心 好的 那我们从刚刚网友的提问 还有蒋医生的回复 我相信观众跟线上的朋友们 对于乳癌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线的网路用户 或是Facebook的朋友 如果您有乳癌的相关问题 欢迎您随时提问 或是拨打北美 寻衣热线电话进来 直接跟蒋医生互动 千万不要觉得害羞 而无法正确认识乳癌的问题 好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跟蒋医生 以及线上的朋友 继续深度谈乳癌 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直播间现场 五千年的文明之音 近在一场迷人的音乐会 基于古老中国曲调的原创音乐 以及圣丧德伯夏克等 所著的西方经典名曲 神韵交响乐团 10月15日卡内金音乐厅 购票信息请访问 神韵.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欢迎回到北美寻衣直播间的现场 今天直播间的来宾是癌症肿瘤专家 蒋威廉医师 要跟大家探讨女性非常关注的话题 乳癌 那乳癌在华人中呢 发生的机率也不断攀升 甚至有年轻化的趋势 因此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重要的健康议题 在线的用户 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今天 深入谈乳癌的讨论行列 那么欢迎线上的用户可以直接提问 或是拨打北美寻衣热线电话 8556685066 直接跟蒋医生互动 今天直播之前呢 我们也到纽约的法拉盛 了解一下当地华人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请教蒋医师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 怎么去形成乳腺癌的 因为不是每个人一来就有乳腺癌 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发生会出乳腺癌的 但是在癌这一块我们怎么去控制呢 是我们怎么去预防呢 我比较好奇 是不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做乳腺方面的检查呢 还是我们也需要做一下 我自己也想知道就是说自己怎么去检查 会比较好提前预防啊 提前检查这样子 怎么能够去预防 一个是饮食方面 还有一个呢就是检测 再有一个如果得了这个乳腺癌呢 比如说怎么样去治疗 还有一个心理上怎么能够去克服这样的一个打击 好的那刚才观众提出的问题 稍稍整理了一下 像其实第一个他问就是说乳癌是怎么形成的 蒋医师 刚才我们说人事的习惯 另外一个因素我刚才没有说就是避孕药 吃避孕药 避孕药我们现在是知道是长期服用的避孕药 增加那个乳房纤维柔跟这个乳癌都有增加那个风险的 所以是个现代妇女可能用的多了避孕药 就是贴的不是口服的还这个喝一蒙的衡量还要高一点 反而是贴的部分 贴的还要再高一点 所以避孕药就是如果要用药物来预防的话 你就要知道这个是增加乳癌的风险 所以说如果他平常有服用避孕药的这些妇女朋友 是不是要比一般正常的妇女要提早去做这个乳房检测呢 我们说乳房检测一般是做那个透视的话 一般年级年轻的很难发现 因为年轻人那个乳房密度比较高 密度比较高 密度高的时候 他那个X光透视很难确定 因为看不到里面那个纤维的 是有没有延长那个概括 我们是概括看开挂点 开发点 所以年轻来说就比较困难 所以一般四五十岁以后 乳房那个密度比较低一点 就做那个透视也比较明显 再加上发病率比较高 但是如果年轻的发现有肿块的时候 还是应该找有经验的医生 这个检查可能一般那个透视不能确定的话 可能要进一步做那个敲心波检验 或者是做那个窗刺 抽一点去化验 所以预防还是刚才说运动 食物还要小心长期服用这个病药 是是 那这一几点还是要请观众 女性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再另外有一个提到 就是如何自我检测乳房的状况 那这个是很难靠自己去检查 发现有没有中了 而且等你自己发现的时候 可能是很晚期了 所以应该就是如果你发现有平常有不一样的情况 应该先找你这个家庭医生 或者服科医生比较了解你的情况 看看有没有需要做这个专家的检查 所以就是一定要跟你这个自己的家庭医生沟通 不能说自己想 就千万不要这样 有时候会不太 因为你自我检查 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正确发生这个癌症的情况 而且这个观念可能你不了解 就是有错误的观念 因为没事 而是有事 有事也会增加了不必要的担忧 所以还是要找一个专家来检验一下 找专家检查是非常关键的 固定的时间去检查 还有另外这个 我们刚刚也提到 有这个女性朋友也提到 罹患乳癌这样重大的打击 要怎么样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当然我想第一 你要有一些朋友 或者周边那个家人的支持 这个心理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有这个支持 而且要自己一定要找这个专家 去做这个检验 或者看那个医生 去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一定要在自己一个学校 那个网络支持自己 精神上方面的恐惧 另外就是一定要把自己 带自己走出去 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去分辨 是 还是要相信专家 他可以帮你做最仔细的一个检查 而且会精准 而且不要就是等了 要一定要有怀疑的时候 要去就赶快去 家人的支持真的是非常重要 其实蒋医生前几期也谈到 家里的医生朋友 家里的医生的支持 还有朋友的支持 对这个癌症病患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好的 那我们现在赶快再回复一下 网友的提问 这位署名叫阿白的网友 他问说 请问平胸会得到乳腺癌吗 可以 当然了 平胸也会得到乳腺癌 不管这个平不平胸 因为你平胸只是你这个 鱼腺多少 鱼腺那个组织有多少 鱼腺就可以变那个癌 男性都有有癌的 所以一样的 平胸是男性 都会有机会与癌 就是你看你的风险 有没有这个风险 还有什么异样 有异样的一定要去检查 是 是 所以还是会有机会的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来接一头 纽约的Lillian小姐的来电 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说 我想问一下蒋医生 那就是得乳癌都会有没有得到的肿块吗 一般初期的没有什么情况的 如果你有什么情况 你是比较是满期或者后期了 所以初期有什么 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应该要找医生检查 是 所以如果一旦发现 你好像自己觉得有肿块的这种情况 一定要赶快去医院做自己的检查 才可以明确 好的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朋友提出来 我觉得这相对来讲 对于华人女婿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一定要记得赶快来去做这个检查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回复一下 这个网友的提问 这位署名香香 他问说 家里如果有一患癌症的长辈 30岁 要多长时间检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这30岁的 但是他有没有其他家属 有癌的 有 他说有患癌症的长辈 不是 就是说 有癌的检查 我刚才说了 不是一般癌 只是如果你家属有有癌 是 这是有癌之前十年 是 但是如果你没有 比如说妈妈或是姊妹 有这个有癌 其他癌不一定要 等于要早一点做预检 都是四五十岁 一样的 是 所以其实就说如果说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癌 我现在不清楚 所以一定要跟这个医生去了解一下 我是癌科医生 看看你家属是什么癌 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做这个检查 是 所以就说如果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癌症的话呢 建议还是去跟您的医生 做一些比较仔细的一个沟通 这样子才能够了解说 你是不是罹患这个癌症的几率是相对是高的 罹患什么样的癌症 这个部分也请这个如果有家族遗传史的朋友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的 那我们再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 网友他应该在现场 他提到说刚才被医生诊断有乳癌 我可以活下来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大部分都能治疗 第一有信心 要有信心 对 第二有希望 有希望 第三你有家庭的帮忙 有爱心 没问题都可以 是 一定没有问题 一定没问题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回复 所以我相信这位 虽然你被诊断出了乳癌 千万不要丧失这个信心 家人一定要关心 现在科技很先进的 一期 两期 三期 四期都没问题 都能治好 是 一定要这个信心 最重要 一定要长时间 最快治疗 不要逃避 好的 好 好 那我们赶快再接听一通 纽约的唐小姐的来电 唐小姐您好 请说 唐小姐 您好 您好 请说 您好 蒋医生您好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 您好 一个是有种说法说 是不是说人体内磁激素越高 越容易得乳腺癌 就很多女性的话 她在补充这个磁激素 那她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 那还有一个问题说 就是不生小孩 更容易得乳腺癌 那现在社会是很多女性 就到了40多岁 她也不会要小孩 有人就说这很危险 会造成乳腺癌 是不是这样呢 好的 谢谢您 唐小姐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这位唐小姐她的提问 她问说 请问是磁激素过高 是不是容易得到乳癌 比如说我们再补充这个 维他命是 磁激素我们都是说 是女性磁癌 如果是外来的 肯定会增加 就是自己妇女来说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那个月经的时间长 比如说你很年轻 开始有月经 很晚才收尽的 时间长那个 也会增加 因为都是跟那个 磁癌分泌影响的 这个是第一 磁癌是刺激的 不但是外来 还是自己都是这样 第二就是她说 怀孕了小孩 我们都知道年轻 年轻 我们说二十岁左右 年轻 上小孩母于 视为低磁癌的 这个也是肯定的 所以满了分 满了上小孩 没有保护磁癌 不会增加呢 我们说不定 但是说 只是说年轻 早一点 上小孩是要保护 减少磁癌的机会 所以生孩子反而会保护这个妈妈 我们不说这个了 不是 这个只是从前 那个生活模式 跟现在的不一样 但是最重要还是 那个生活的习惯 还要尊量 不要用那个 荷衣蒙 那个是这个 吃激素 这犯人说 避孕压 而且很多 女性的补药 都可能有那个 女性的荷衣蒙在里面 所以不要人吃 所以因为女性 她常常会补充一些 铁啦 钙啦 那些不是 不是那种的 我说是有些中药 有些是成药 她是说补充女性的 荷衣蒙分泌 或者调进 她们可能都有 荷衣蒙成分在里面 是 调进的药 是 它是改变的 荷衣蒙分泌的 是 所以如果女性 你有在服用 这些相关的药 因为这个市面上 是非常容易取得 一些非常多的 那这个部分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会增加乳癌 发现的机会 OK 好的 那我们赶快 再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有 这个Facebook的朋友 他在现场有提问 问说 请问乳癌 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刚才已经说了 如果的初期 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所以 比如四五十岁 一定要做一个 有黄的透视 才知道 有没有机会 年轻的话 如果你感觉 有什么异常的话 你就要找你的家庭医生 去了解 医生或者服科医生 去了解 很难说什么异常 不异常 对不对 是是是 好的 那我们现在赶快 来再回复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来问说 请问 这个Facebook的网友 就讲说 男人会得到乳癌吗 刚刚有提到会 当然会 但是男人得乳癌 是什么样的症状 都是一样 有种坏 所以不管乳房大小 刚刚其实讲 有提到 那还有 现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真的 现在乳癌 治愈率是多少呢 是看你拿一起 而且看你这个 危险度有多少 因为乳癌 其实也不是一种病 是 所以有不同的 要看这个是 是什么滤型的 什么类型 有滤型的 还有什么是 其他的基因的改变 还是有对 这个荷盟的反应 所以是 我们要根据 每一个情况 去评估 治疗的方案 但是可以 最重要是 跟大家说 是治疗的功效 是非常好 而且是 哪一期 就是后期 晚期 都可以有治疗的方案 是 那这位网友 他就提到说 请问蒋医师 您有乳癌 治愈的案例吗 可以分享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你一般是戳起的 基本上都是治愈的 大部分是戳起 因为现在大部分发现 都是有 用那个透视发现了 然后穿上去检验 这戳起都治愈了 是 而且就是说 有一些 譬如说 我刚才 我可以说一说 一个 我这个 有个病人是 她 不是中年的妇女 我们早在 两三年前看她 她有 这个油房 有这个肿块 已经有两三年 一直都没有看医生 直接这个肿块 有那个出血 已经出血了 灰烂 灰烂 灰烂了 对啊 灰烂了 再来找我们 找我的手 她要 这样治得好吗 她不要做手术 怎么灰烂都要把油房保穿 哇 那 那 这张医生你怎么处理 我们 这个情况 我们用这个标靶药 现在这个灰烂的皮肤 已经康复了 她已经有发病了 大概从最初到现在 都有差不多五年了 五年才来求诊 不是 她发病了两三年才走几 求诊了以后 我们医了两年 现在这个灰烂地方 已经符合了 也不需要做手术 而且也不会掉头发 什么都不会 所以很多情况 我不是说每个例子都是一样 但是每个例子 一定要看 尊科医生去看看 有什么新的药物 新的治疗方案去处理 不用怕 都有治疗的方案的 没错 我刚刚听完 讲医生这样说明之后 我相信很多 原本很恐惧乳癌的 这些女性朋友 应该会很有信心 包括你看 胸部这个部分 也可以再重建 然后呢 你包括困难的部分 还可以再医治 甚至不会掉头发 有一批 在说一个病例 就是我们有一个病人 就是 已经有很多年了 有三十年了 做什么治疗都做过了 还是扩散 扩散到骨头 很痛了 全的手都肿掉了 因为淋巴水不能畅通了 但是去年我们 开始用新的药 这个标靶药 吃了以后 它现在不能说 完全康复 但是痛一定没痛了 走路也不用拐掌了 这自己人走了 所以恢复的情况 是非常良好的 透过这样子的治疗 有些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 肿瘤 完全消灭 但是也可以 把病人 这个生物的基数 提高 回到这个比较正常的 生物的基数 可能可以就是免去 这个就是 因为有癌延期 这个痛 或者是对身体的伤害 所以 无论在每一个阶段的 有癌 应该都是要找 尊科医生去诊断 看看有没有治疗的方案 治疗不一定是 把这个病 原成 治疗的目的 另外就是 把这个生物的 这个 这个基数提高 像是要糖尿病 高血一样 不是把这个病 可能是 不一定要治疗 但是你可以 跟正常人的生活 非常的接近 是 所以我觉得 这个刚刚其实 蒋医生的回答问题 就是揭开了 相信解开了很多 原来对乳癌治疗的 一些刻板印象 我们有了不同的认识 就让大家不要再 这么恐惧乳癌 那最重要的是 要提醒女性朋友 要记得 到外科医生 跟肿瘤医生 这边做一个乳房的检测 而且只要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让自己的健康 有保障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直播间现场 走进千古神州 汲取古老智慧 品味永恒之美 看英雄写下传奇 见证正义彰显 天门大开 天门大开 当神韵的大幕拉开 失落的文明 辉煌再现 购票信息请访问 神韵.com 五千年的文明之音 近在一场迷人的音乐会 基于古老中国曲调的原创音乐 以及圣桑德沃夏克等所著的西方经典名曲 神韵交响乐团 10月15日卡内金音乐厅 购票信息请访问神韵.com 欢迎回到北美徐医直播间的现场 今天直播间的来宾是癌症肿瘤专家 蒋卫廉医师 跟大家一起深度谈乳癌 为了有更好的让大家各种医疗问题 都能够得到解答 除了我们每个月固定周五早上 10点进行直播之外 还增加了请教医生专栏 大家可以到大纪元健康网站 请教医生提出您想问的 医疗方面的问题 我们将安排医生为您解答 那Facebook朋友 您可以到健康一加一的粉丝专页 留下您跟医生想探讨的议题 我们也将会陆续邀请医生 来直播间跟大家一起 深度来探讨您的健康 我们一起来把关 那今天呢 蒋卫廉医生做客直播间 跟大家深度谈乳癌 欢迎大家随时提问 今天很多朋友提到 关于乳房检测的方法 那到底有哪些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一般民众都知道乳癌的自我检测方法 妇女朋友可以多关心自己的乳房健康 但医生建议 40岁以上的妇女 每一到两年找外科医生 或者是肿瘤科医生 进行一次乳房X光造影检查 乳房X光造影检查 是最好的检测乳癌的方法 能侦测乳房微钙化的转变 及早期病变的不正常阴影 而且能在肿块还未被察觉之前 就可以测出肿瘤 另外还有超声波检查 是无痛并且只需要很短时间 就能完成的检测方式 筛检正是落实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的重要方法 好的 那对于乳癌的检测方法 过去很多的朋友都以为说 我自我检测摸到硬块或是义务 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其实在女性40岁以上的朋友 直接去医院做刚才影片中提到 乳房X光造影检查 那还有哪些检测方法呢 请教一下我们的奖医学 刚才说了就是有X光透视 超声波还有做磁共振 磁共振 对 磁共振 是不是都是40岁到50岁的女性朋友 来检查是比较合适的 不是 其实磁共振 超声波是针对个别的情况 在做的 这是个别的 X光透视就是说40 50岁开始做 但是年轻也可以做 但是我刚才说了 年轻做X光透视检查的几率比较低 因为乳房密度比较高 其实情况来说可能需要就是做 超声波或者是做了一个持共振检查 是 所以就不同的情况 要搭配不同的检查方法 不同的年纪 这个要非常注意一下 好的 让我们赶快再来回复一下 我们的网友提问了 网友就提到说 请问一下有关于 这个是有关胸部轻微肿囊又复发的几率问题 开刀时说是良性的 后来又再发现又长出来 医生是建议再开第二次 那问题说像他这样的情况会患乳癌的几率高吗 这个跟乳癌没关系的 这个是完全没关系的 但是肌肉很多方法 现在很多方法治疗 不一定要开刀的 有一些比如专门做乳癌手术 医生可以用激光 激光 对 把它削掉 完全不用做手术 不用做手术也可以的 所以要找一些比较专门做乳房手术的外科医生 做这个 一般外科不懂 要专门做乳房外科医生 是 所以这个部分 蒋医生提醒的非常关键 请您还是去找乳房专科的外科医生 来帮您做进一步的检查 这个是比较好的 进一步的治疗 进一步的治疗 对 没错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来回复一下 这位网友罗施施小姐 她说今年我37岁 乳房会疼痛 以及用力去挤压 左边会有一点点的分泌物 是纤维肿体质 请问到底什么是纤维肿囊的体质 那有朋友是建议她说 最好找两个医生 去确认是比较好的 那是否她需要再换另外一个医生呢 她这个情况应该要看 当然要看肿络科 中医部的检查 X光透视必要的 超新波可能也需要 另外要验血验的 奶分泌有没有失调 有些奶分泌失调都会影响乳房的分泌 像是妇女怀孕的时候 因为奶分泌影响 有母鱼一样 奶分泌有失调都会影响分泌的 是是 好的那我赶快再来回复一下 我们现在网友 有一位署名叫隆隆隆 他问说为啥男的也会得乳癌 是因为一些雌性激素摄取过多之类的吗 不好意思刚才网断了 也不知道讲过没有 对这个是男性乳癌的 虽然机会很小但是都有机会 对都是荷益因素 而且还有一个移权因素 还有其他就是环境因素 刚才说了 一般如果他男性的特别说 如果是有其他病人 引起他荷益分泌失调了 增加那个女性荷益 男性来也有这个女性荷益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有 有时候有些慢性肝病的影响他这个女性荷益蒙 还是男性荷益蒙的失调 是 是平衡了 男性要有个乳房会发达 因为这个荷益失调 这个也会增加一个乳癌的机会 是所以他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身体的 变有荷益的失调 再加上其他的环境因素 还是遗传的因素 他男性也有遗传 基因的基因是男女的一样的 都会增加乳癌的 了解 所以如果这位假设网友 假设这男性的朋友 他的家人 女性 有这个乳癌的遗传 是否他得到机率会比较高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说 但是相对来说 比较女的还是很少 还是很少 是好的 所以是男性会比较低一点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来接听一通 纽约的常小姐 常小姐请说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听说美国的那个医疗都很先进 那我想问一下蒋医生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那个乳癌治疗的方法 可以吗 谢谢 请请教一下蒋医师 这个美国的最新的乳癌治疗方法 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最新的方法 第一就是我们这个要看哪一个类型 是 类型是有时候是因为黑蒙影响 或者是这个是表面基因抗原影响 这是标拔药 都是标拔药 是针对个别的个基因 或者是个别的个细胞生长的情绪去改变 所以主要是这些都是有些是有些是后腹 有些是打针注射的 这个就是新的治疗方法 但是我刚才说了 主要还是现在主要是桥楼 主要是我们方法是手术越来越小 手术越来越小 这个是很关键的 手术不是最主要的 是手术后的治疗还是重要 手术后的治疗就是说有 比如说有药物的治疗 要么包括用那个剂脉注射的药物 还是口服的药物 这是最先进的 有些药物 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的 是是 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 其实是美国 它比较现在等于是比较先进国家 新的 欧美国家才有的 是 所以其实不要把药包化 他们有产权的保护的 它在外国不能随便谋防基础的 是是 我们也知道就说对 因为我们在发达的国家 像比较先进的国家 它医疗技术会稍微 比较进步一点的时候 这个医疗的水平也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如果您还有相关的问题 您可以再随时提问 希望蒋医生有回答您的问题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来回复一下 这个Facebook的朋友 有很多的朋友提问 这个提到 他说他乳房检查 已经发现有纤维肿囊 医生建议10年内 不要照乳房摄影 以避免造成水泡以及肿囊 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就他本身 他本身就 不是 我不是不明白的问题 我不明白医生的建议 我想他才要看一个 尊科的医生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医生 是不是尊科医生的意见 一般医生这个意见 不是我们通常说的 所以我不能了解 这个原因 可能有个别的情况 所以如果说一个正常情况来讲 他如果是有发现 发生这个纤维囊肿 他还是可以做乳房 要经常做 还是要正常做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还有这位像 蒋医生您好 请问我姐姐想请问一下 乳房纤维肿囊 会不会形成乳癌 这个刚刚蒋医生有提到 完全是不同的 好的 那这位还有网友提问说 请问是不是 BMI超过30的女生 比较容易得到乳癌 我刚才都说了 肥胖都是增加乳癌的风险 肥胖还是增加乳癌的风险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肥胖运动不好了 不够了 人士方面都是增加乳癌的风险 是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个 有一个网友他提到说 有一个小疑惑 如果做增大乳房美容手术之后 是否容易得乳癌吗 没有 不用担心 完全不用担心 如果一个是好的外科医生 仅用医生给你做 应该没问题的 这个是完全没关系的 完全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的 好的 那还有这位网友提到 他说 听说经常做检查 对身体也不太好 是吗 不是 如果你不需要的腹泻会增加乳癌 比如说你就不需要这个扫描了 扫描了个腹泻增加乳癌 或是不需要做那个放射性治疗都会增加乳癌 这是我们知道的 是放射性的治疗 对 腹泻会增加乳癌 腹射会增加乳癌 腹射会增加乳癌 对 家隔壁邻居告诉我 怎么说 还是要听取专家的意见 是比较合适的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来接听一栋纽约的王小姐 王小姐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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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医生好 我想问蒋医生一个问题 就是经常听人说 如果妈妈帮小孩喂母乳 那么妈妈比较不容易得乳癌 请问蒋医生是这样的吗 好 谢谢 这位王小姐他提出来 他说 亲说妈妈就喂母乳 是比较不容易得乳癌的吗 是这样子 妈妈还是女儿 就是妈妈 就是帮 应该是说 母乳可能会减少乳癌的机会 母乳 喂母乳是可以减少 但是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说了 是你年轻的时候开始母乳 不是年长了 说就是你20岁左右的 上小孩母乳 然后可是 我们从前的根据这个 了解就是减低 但是年纪大了不知道 没有这个保护的作用 如果说40岁以上就比较不敢这么说了 你母乳还母乳 这个没有保护乳癌的作用 如果说他是比如年轻的妈妈 年轻的早怀孕 早上小孩 母乳 这个肯定是减低的 有这个 同级效 同级血 来根据这个 是是是 所以说如果您是年轻的妈妈 早一点生 baby的话 这个可以降低乳癌 来罹患的几率 这是肯定的 好的 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网友提出问题 比较常见就是女性比较害羞 她害怕看医生 那有的已经有症状 包括刚刚蒋医生提到 有症状了都溃烂了 然后还不想面对延误了就医的时间 今天蒋医生提出这些检测方式 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 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里也要建议 女性朋友一定要定期检查 才是爱自己爱家人最好的方法 好的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直播间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欢迎回到北美徐印直播间的现场 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是癌症肿瘤专家蒋威廉医师 跟大家一对一的深度谈乳癌 欢迎线上用户以及Facebook的朋友直接提问 或是拨打北美徐印热线电话8556685066 可以直接跟蒋医生互动 那其实刚才谈到很多乳癌的症状 针对乳癌的预防方法 像如果比如说有家族遗传史这样子的人 是否要像安杰丽娜九里这样去做一些预防性的手术呢 这个是比较有争论的 因为肯定是会减低这个有癌 发生这个几率 而且也会减低这个死亡率 这个肯定是有科学的进去 但是这个确定是非常个人化的 我想不是一概而论 因为每一个人 你知道西方人跟有时候亚洲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对身体的思维上或是情感上也不一样 所以我不能说这个他那个建议是 我们对我们那个压抑的人和系 很难说 因为毕竟 刚才我们说嘛 不是很多病人嘛 有发现几年有癌 就是回来 也不要把乳房割掉 这是这个情感上 每一个人的情感上 跟这个一般而论的不一样 不是每一个人像这个明星那个一样的想法 怎么 不是说他坚强不坚强 是看事情 还是处理一个事情的方法是不一样 没错 我刚刚我觉得其实有很多 因为安静丽娜这个情况 让很多女性朋友开始思考说 我是不是要跟这个明星一样的做法啦 或者是说赶快去做 其实刚刚蒋医生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亚洲人跟东方人 其实身体的构造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每个人就像刚刚您提到这个案例 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还是要针对个别的人的情况 来去做一些比较直接的处理会比较好 而且还有大概要知道就是 像这个遗传 我刚才说了是小部分 不是大部分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你妈妈 还是你姐姐妹妹有乳癌 不等于你是遗传的 这个都是可能是大部分是孩子 环境因素人籍的 所以不是你要把预防割掉 你就没有乳癌 你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了生活的习惯 减低这个乳癌的风险 没错 刚蒋医生其实也已经回到我们线上网友的一个提问 他问说怎么样预防乳癌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很多网友提出来怎么样预防 其实刚刚蒋医生也提到 就是你要做一个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从饮食运动上面去做一些调整 这个是一定要的 不管你是乳癌前乳癌 或甚至你是健康的身体 这都是很关键的 那刚刚我们也在医生提问的过程中 我们也有网友就谢谢我们医生耐心的回答 对乳癌的尝试已经有增加了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本本徐一直播 今天想要来帮助我们的朋友 真的解决他们医疗上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提出来 我们也会非常的高兴来为大家解答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我们这个网友提到 这应该是男性的网友 他说我太太目前怀孕五个多月 突然发现右侧乳房有肿块 经过检查发现是诊断是乳癌初期 请问要如何处理才可以母子居难 一般如果初期的话 还可以等 比如说差不多将近分娩之前一两个月 其实分娩之前一两个月 做治疗是非常安全的 通常只是头半 就头六个月就是比较有点风险 无论是手术还是做化疗 但是最后三个月都可以 所以一个个别的情况要根据这个 癌科专家去坚定是怎么做 是 所以除了刚刚他提到 这个网友他怀孕五个月 所以您还有一点点时间 看专家怎么样来帮您的太太来做诊断 那当然首先恭喜您 就是怀孕了 那当然要赶快去做这个治疗 最重要是知道治疗对母亲跟婴儿都是安全的 治疗其实是安全的 对 这个时间上你配合就可以了 时间上配合就可以 这个也是颠覆我们有一些对治疗癌症的一些 其实很多癌病当你怀孕后期 比如说最后的三个月 其度安全的对婴儿都安全的治疗 所以我们最多个时刻都可以开始做治疗 是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这些治疗癌症的方法都是安全的 一般最大问题就是头三个月 头三个月是治疗是可能就是对婴儿发入有影响 可能是要 当然要平衡是要做治疗 还是保护这个婴儿 就是这个是比较困难 是头三个月 好 头三个要注意 如果怀孕三个月 好的 我们赶快来接听一通纽约杨小姐的来电 杨小姐您好 您好 请说 您好 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乳腺癌可以早期查出来吗 您可以再说一次吗 您可以再说一次吗 乳腺癌可以早期检查出来吗 可以早期检查出来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要尽快要 比如是筛检 或者视女问题 发现有不正异常的情况 一定要找医生专家去检验 是 所以是可以的 而且初期 早发现 早治疗 这治疗是最好 最初期治疗是最好 效果算是也是最好的 对 肯定 是 肯定是这样 所以刚刚这位杨小姐 也可以早一点去做一些检测 这个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中也一直提到 这个是对女性的朋友 是真的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法 不要耽误 不要耽误了 是的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来回复一下网友 肖大同的提问 她说我的妈妈四十多岁 还没有停经 家族也没有乳癌的病史 也没有高龄生产 但是她前阵子发现乳房有硬块 医生说要进行乳房穿刺 那他们家人都很紧张 请问说 蒋医师 有需要再检查 才决定是否要穿刺 还是要马上进行穿刺的检查 如果医生确定要穿刺 这时候都是说 那个华医 那个有癌变 那个几率很高 一定要穿刺 穿刺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 非常简单的 像抽血一样差不多 没有什么危险的 是 好的 那我们赶快来 所以这个网友你不用担心 如果医生说要穿刺 不用耽误时间 不要耽误时间 好的 那我们赶快再来回复一下 大纪元健康网页上面的网友提问 他问说 请问更年期的治疗方法 是用激素治疗 对不对 那请问这样会诱发乳癌吗 不是 更年期 还是 还有月进来的时候 是根据乳癌 乳癌那个原因 如果乳癌是跟荷医蒙影响的 我们就是用这个药物 这个防止这个荷医蒙 走进这个乳癌 乳房的 所以一个是不影响的 影响的是有时候 如果是在还有月进的时候 要有些药 为增加职工癌的机会 或者是在 如果是更年期以后的话 有些药 为增加无知缩松的机会 所以要配合其他的治疗 所以如果说 这位更年期的治疗方法 他不一定只是用激素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样子 不一定会真的增加 他得到乳癌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不是不是 他不明白了 我们激素是激素 是控制激素 不是同一上的激素 对 是控制这个身体的激素 令这个身体的外来的激素 不会轴进这个癌细胞 或者轴进这个乳房 不是为增加乳癌 但是一般的治疗 不是治疗 是一般的药物 或者是一般的不要 可能有女性的激素 哪些才会增加乳癌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一个是治疗 一个是你另外在补充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 这样应该 蒋医生的回复 我们更了解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好的 那我们再回复一下 我们大纪元健康网页的 这个美美的网友 他会说 请问女性初次月经来的早 是否容易得到乳癌 对 刚才我们说了 你月经时间长 就是你这个乳房 这个受这个 核一蒙影响 时间长都会增加 相对来说增加 但是不是绝对的 是 所以其实相对会增加 但是不一定是 不是很大的改变 不是 好的 好 那我们其实呢 还有一个提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谈到乳癌的问题 我们很多女性的朋友 应该要借向医师啦 或者是护士这种临床检查 或者是乳癌S光 等等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初步的检查 那当时如果乳癌 你在早期被发现的时候呢 女性患者会有更多的 这个治疗的选择 和完全康复的机会 刚刚其实蒋医生也提到 因此我们女性 对于乳癌的观念 还有态度 必须要正面 而且主动积极的 我们建议 其实可以跟医生 做一次进一步的讨论 然后进一步拟定自己 比较适合自己的 这个医疗计划 不要太过恐惧 那其实在我们这次街访 有采访到一位 女性的乳癌患者 那她正 以正面积极的态度 让我们感受到 生命的美好跟力量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段访问 这不好 我已经是乳腺癌 早期切掉了 我现在已经 医生要帮我 重新做手术 但是就是我们女性 到了四五十岁 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一定要 没事的时候 到医生那里去做 定时定点的检查 真的很重要 及时治疗 及时预防 我是找 查出来 找治疗 找预防 我这个 这个是假发 我做化疗 头发都没有了 而且这个假发 我现在头发长出来了 反正不要 有消极的心态 对待毛病 反正积极乐观的心态 因为美国 你要相信 美国的医疗水平挺好的 对不对 你在这个国家 看病什么 都挺好的福利 而且又不用排队 又不像大陆 还要塞红包 还要什么的 挺好 挺好 相信自己 对 什么病都能看好 不要很悲观 对不对 就这个心态 是的 我们刚刚看到这位 美丽的女士 真的很受到鼓励 我希望所有 不管罹患 什么样疾病的朋友 甚至你是癌症的朋友 都能够勇敢 面对我们生命的挑战 那在直播的尾声 我们再请蒋医生 来提醒观众 提醒一下 我们在生活上面 怎么样能够 有效的 积极的预防 这个乳癌的发生 第一要知道 生物的习惯 跟这个有癌 或者其他癌 都有关系 所以要注意 生物的习惯 第二就是要 及早这个 有发现 有身体 有异常的情况 一定要找专家 不要把这个病情耽误了 第三就是说 无论你有 及晚及后期的病 我们都有方法 给你治疗 所以绝对不用担心 一定要找专家 去做治疗 是的 没有错 今天真的是 我觉得 非常感谢 蒋一卫廉医生 来到我们的 北美巡医直播间 帮助我们解答 很多线上用户 以及拨打 北美巡医热线电话 进来朋友的提问 那在未来呢 我们将会在 每个月的 第一个星期五 北美时间 早上十点钟 那台湾时间呢 是晚上的十点钟 举办北美巡医直播间 我们邀请蒋卫廉医生 来帮助解决 朋友们的医疗问题 同时呢 我们有收到 观众朋友的提问 如果有大量的问题 我们直播间 也会视网友的需求情况 来安排直播 我们欢迎所有的网友 到大纪元健康网页 请教医生 提出您 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您是 Facebook的用户 也欢迎到 健康一加一 粉丝专页留言 有任何医疗问题 我们会请医生 跟您一对一的 解答您的问题 让我们持续 为您的健康把冠 好的 直播间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